你看这个维提琪夫人说话很有意思 我业章这么重啊 有这么个儿子就算了 你是佛呀 你怎么还有这么个弟弟 就提婆他多 你是佛应该你身边的人呢 都应该是 在我们想象啊 佛身边应该都是好人 或者我们看 你比如说 世间的某些大善知识的老和尚 我们都认为 那他身边的人更了不起 其实这是我们看错了 你怎么有这么一个弟弟 提婆答多 你看现在他这样说 等他证得无声法忍 他就不这么说了 我多亏你有这个弟弟 要不然他就没有现前 证得无声法忍的缘分 要不然他丈夫啊 也就不能证三果 虽然命断了 这生命啊 假如证果了 这个生命就很有意义了 我们再活两千年 但没证果 那有什么意思 我们生命虽然短暂 但是我们能够证得 往生净土的果 我们这个人生的生命就太有意义 太有价值了 假如不能证得胜果 不能在这一生当中解脱 我们这个人生的意义 那可能造业就太多了 可能就会给我们脱下三恶道 所以同学们 我们闻到这个法门 我们的人生呢 得到这个人生的意义价值就不一样了 你能够顺 佛愿 就是顺自信 你称佛名号求生净土 你这个人生 这一生 你没有白来人间一趟 你就从人间直接入佛道了 一生就做佛了 你的父母也好 生生世世跟你有缘的终生 都会得你的利益 所以从凡人眼光来看 她丈夫去世 从佛眼来看 从我们佛法角度来看 她丈夫正果了 所以那个就不一样 所以同学们 假如我们真心切愿求生极乐世界 哪一天你知道 你跟这个世间的寿命快进了 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 医生一说 你差不多了 还有俩月 太高兴了 还有两个月 我就见到阿美陀佛来接我了 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 世间人就麻烦了 他就很恐怖 还有两个月了 该交代的交代了 交代完了去哪呀 死的时候什么样啊 他会有恐怖 会有无名 会有恐慌 所以这个学佛是不一样的 大家往下看 言自觉 阴落者 耻明浮云 身装阴落 由爱 由爱未处 忽见如来 修禅 自觉 同学们 这个这一点 我们简单说一下 我们先把底下这个问答念一遍 问曰 云和自觉也 答曰 夫人乃是贵重之贵 尊重之尊 身世为夷 多人共己 所着衣服 皆使 傍人 都要依靠别人 经济见佛 耻溃情深 不依勾带 顿志 情怯 顾云自觉也 同学们 你看我们 现在啊 学佛了 我们还要不要穿得好一点 我们还要不要带一些首饰啊 庄严具啊 你看一般人学佛之后啊 有很多人学佛 学佛之后的 不敢带项链 不敢带戒指了 一些庄严的这些都不敢带了 佛告诉这些小称人不要带 为什么呢 他要破掉这个身件 我们带这些庄严具是干什么呢 你要说庄严这个身 让你对这个身更执着 那就起反效果 所以同学们呢 我们学了大乘佛法 你学了阿弥陀佛这个法门 你说法师 我好不容易啊 我好不容易啊 攒了五年的钱 买了一个项链 你这一学佛 让我不要带了 我怎么办 或者你本来是富贵人呢 你就还是富贵项 金耳环 金手镯 金项链 你带就带你的 带着念佛吗 带着念佛有什么好处呢 就告诉那些 带金戒着的念佛都能往生 就是我们带这些庄严具啊 不是为了在庄严自身 让我们对这个身体有执着 你看我们家家都有镜子 洗完脸就看看镜子 我就反省 我再过十 就是再往前十多年前 我就特别爱照镜 那时候还没出家 还有发型呢 现在照了 照一照就是脸上比有脏东西 让人看到恶心就行了 你看没什么发型了 一直就这个发型了 衣服就这个款式了 你照来照去也是这个款式了 照一下就是别太邋遢了 别太影响形象了就行了 其实我的形象也不太庄严 有的时候穿的也不那么严谨 所以同学们 我们最重要的是 通过这些事情 不要对这个身相太执着 你看阿弥陀佛四十八院 前面国无恶道 不复更多恶趣院 先让我们不堕三恶道 然后这几院就是破除我们 对身的执着 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身兮金色 三十二相 身无差别 就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的身体就跟佛一样是抱身 圆满抱身 这样一对比 我们对这个身 夜抱身就不执着了 或者对你的执着就会照破了 这个身你执着什么 你怎么美 能美到哪去 佛以前讲经就比喻 佛地址里面谁最庄严 南陀最庄严 他比佛少一项 还是少两项 提婆大多好像少两项 南陀呀 你不仔细看 那就是释迦牟尼佛 所以南陀要搭黑加萨 佛地址里面只有他搭黑加萨 就区别一下 这个不是佛 这是南陀 南陀出家的时候很费事 他的出家障元比较大 为什么呢 太太太漂亮了 他舍不得他太太 所以佛有一些因缘缘的看 带他去山林里面 看那个猴子 问他 猴子漂亮 还有你太太漂亮 只能比吗 这是猴子 当然我太太漂亮了 然后再带到他上天上去 天女漂亮 还有你太太漂亮 我太太是猴子 那跟天女比 他太太就变成猴子了 所以就让他看破了 哦 这个世间的假象 然后他慢慢慢慢就出家 所以我们这个身见呢 学佛一定从身见开始断 身见断了叫做出果虚脱还 那我们靠自立的很难断 所以同学们 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就看了 维提西夫人呢 他还有一点还带着阴落呢 你看在身宫里面都这么忧愁了 他还要知道阴落还要带着 见到佛了 他才知道 都忘记这些了 就自觉阴落 投靠于佛 然后这个底下就什么 反正就表现出了 他就忘我了 佛力的加持 今天时间到了 明天我们再继续 把这一段望下去讯息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